B-Design两块Arduino板子的相互作用 那目前我们测试的是两块Arduino的板子 一块两块 那我们 CAMPOR分别接在CAMP4跟CAMP5 然后我们把板子1的 角位8 设为 Input 这个角位1 角位8设为Input 角位13设为Output 就是 这一个角位 那 板子2的 角位4为Input 那我这边接一个LED灯 那把它设在角位6为Output 我要让它输出 那程式是 板子1的角位8 角位8是这一个角位 放一个倾斜开关 倾斜开关 它如果是1的时候 那我们把角位 板子2的 这一颗LED灯 打亮 打亮 那如果 它如果是0的时候就把它关掉 那一样板子2的角位4 板子2的角位4是一个 微动开关 它如果是1的时候我们把 第1个板子的 LED灯 13号的LED灯把它打亮 关掉的时候设为 熄灭 那暂停个0.1秒 这是我们程式 那我们来执行 开始执行 好现在看起来没有动 首先我们来动 这一个板子的倾斜开关 好亮 倾斜开关 关掉 它熄掉 亮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车按钮 这个按钮按下去 这个LED灯要亮 这颗按钮是接在 这一个板子上 放掉细 这是 BDesign上面使用两块Arduino 彼此之间读到 资料之后 然后执行相互亮灯的一个 示范 让你当时 资料之后 这个震面